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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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 我是高维旭 行情路况今天 有没有改变看法 有没有改变看法 没有 不是说长才跟你讲 跌也告诉你 方向不变还是偏多操作 你只要方向做对了 就是赚多跟赚少的问题而已 赚多跟赚少 你不会做错方向 你不会被嘎空手 你也不会被嘎空单 看行情很重要 个股的解析 也绝对不是乱枪打鸟 投资票你要去分辨 如果个股解析是自表格 或是讲热门族群 然后一档 两档 变成五档 十档 二十档 三十档 四十档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可能对个股的掌握度 其实也没有这么高 要看一个人的实力 除了行情路况方向之外 你必须要了解这件事情 推荐的股票 是不是乱枪打鸟 还是一个族群 低论出 低论出来了 就把低论所有股票拿出来讲 被动元件 全部讲被动元件 好像拉一拉扎 三四十档 跑不掉的 这样做是做不好的 那对于个股的掌握度 其实也不高的 回去跟你报告的红海 上上下下的 但是至少你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推荐的是什么 红海 平概股就是红海 也没有跟你讲 一直会平概股 重点在这两个地方买 即便今天回来了 你都不担心 这两个地方买才是重点 我的股票就是轮动的 轮涨的 雅光也是一样 休息之后 你看今天雅光是不是也上来 涨将近一个百分点 大凡是跌的 康控昨天还创新高 康控 4943 今天还在平凡附近 昨天还创新高 你不用等到拉回 你等不到他拉回的 你在这边就应该经常去做一个介入了 就是轮动的 轮涨的 发生什么 发生我之前跟投资朋友说 如果你今天要做什么 我在连线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要做面板 友达绝对是首选 群创不用去选择他 为什么 你看群创根本没有创新高 友达是连续两次过新高 讲完之后过一次新高 再过一次新高 友达是首选 当时还跟投资朋友报告什么 来 旺宏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9月2号 重点是9月2号 你要不要进去 再来就是隔一天你要不要进去 9月2号在这里 你要不要进去 如果你那天也没有办法进去 隔一天还有更低点 你要不要切进去 今天创新高才会跟你有关系 才会跟你有关系 当时我讲 如果你要买记忆体 旺宏优于什么 2344 华邦店 华邦店是缓步折模拟 慢慢上影线上影线 慢慢的创新高 上影线上影线 只要创新高打下来 是慢慢折模拟 可是你看 旺宏才是重点 而且我在盘中连线的时候 在友台盘中连线的时候 在这支朋友跟投资朋友报告 11 12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要做回答 筹码 的问题 你要做一个获利减码 可是在昨天 你应该要懂筹码的人 应该昨天要再买回来 你懂筹码分析你就知道 昨天要再买回来 因为这一波做最好的 单一的力量的外资力量系统 再做一个由卖转买的动作 在昨天发生 今天创新高当然就比较不意外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连这个 你都没有办法去分辨的话 你在交易之路上 你会做得比较辛苦 回去讲股票就是很简单 没有跟你讲什么族群 这个族群劈啪啪讲一堆 然后涨的时候才跟你讲 啊我讲对了 那10党20党30党40党 那对于各股的节奏 跟各股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掌握度 都没有像想象中这么的高 行情路况也是一样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同志朋友 当你在做交易的时候 你一定要懂一件事情 看得懂行情路况 你在谈操作 你看不懂行情路况 你的操作就是 很容易做到你怀疑人生 因为多空都被拔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 有报告这件事情 回去绝对有人力 告诉你行情路况的方向 因为事实上证明是什么 事实证明所有的好的 华力的转身点 回去都展在前面 很大的机会点 加上加码点 或是拉回再买点 拉回来买点 回去绝对都事先告诉你 这就是看得懂行情路况 你必须去验证的 有没有人可以跟维序一样 可以告诉你行情路况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 要不要买股票 要不要卖股票 有没有人带你上做这件事情 你要无所畏惧 你要无所畏惧 这些股票 当时的买点 你都不敢买 可是你都错过了 旺红海 亚光 康控 旺红 这些是实际上的操作例子 所以同事朋友 要知道 第四季 我绝对有能力带你做一场 引以为荣的战役 第四季 我绝对有能力带你做一场 引以为荣的战役 因为我看懂行情路况 各股的动态 重码分析 我又比别人强 我一定可以带你做到一场 引以为荣的战役 而重点是 你用不愿意跨出那一步 如果你愿意跨出那一步 这些东西才会跟你有关系 我是高尔区 做他操作顺利 活力满满 身体健康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